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都是女学生被凶贤当头凌驾硫酸后脱落掉下的 而凶贤竟然是同校担任共青团支部委员会书记的男学生 当天在上课时 凶贤突然走到前排两位女同学面前 毫无预警地拿出准备好的硫酸 直接当头就将硫酸泼洒洒在女同学头上 两位女同学头脸冒烟 痛苦尖叫地跑到厕所 凶贤还淡定地说 我和他俩有矛盾 你们报警抓我吧 乌吉同学表示 受害同学不但头发脱落 连眼睛的胶都融化了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行凶的男同学是有共产党党政的 学校共青团支部委员会书记 平常虽然比较孤僻 但不像有精神异常的状况 目前已经被逮捕 并将调查行凶原因 国际通信 综合外电报导